我妈妈常常讲给我们听的就是这个苹果的故事 我外公他在大连的时候有很大的一山的这个水果树 那妈妈很喜欢吃苹果 那时候苹果收藏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多苹果在家里的仓库里 那他就是早上上学的时候 他就带着六颗苹果 走走走吃一个苹果 吃完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呢 就买一颗苹果 拿石头啊什么挡一挡 放颗苹果在那里 然后一路吃 吃到学校三颗苹果吃完就到学校了 然后到学校校门就买一颗 那等他放学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那颗拿出来 再一路吃回家 他很常跟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每次我们只要吃到苹果 妈就会讲说 他现在看到苹果都不想吃 因为都比不上他小的时候呢 现在的苹果那么好吃 外公他很会做生意 家里的开洋行 都会有很多这个外国的饼干 或者是外国的食品 外公也常会带他出去吃饭 然后教他一些 这个吃西餐的礼仪 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人跟俄国人在大理很多嘛 所以他就会讲一下 他小的时候故事给我们听 window